嘩!上一條視頻點贊真的過了3000 Hello 我是無雷的貓 今天就特別點不出去撒雞了 因為之前有不少的評論叫我出穿搭 所以今天我就簡單分享一下 我平時是怎樣選擇衣服鞋襪 以及我最喜歡什麼衣服、什麼鞋子 上一期叫我出穿搭視頻的朋友 今期記得點贊了 今期點贊才有下一期 首先我是高165 本集穿了一些休閒運動類型的衣服 上衣的長度我會選擇是剛到盤骨 因為這樣又舒服又顯得比例好一點 如果是相反衣服太長 蓋著屁股就會顯得整個人沒那麼精神 視線下移比較笨重 所以衣服長了我不要緊 最重要是會縮衣 同樣我也是喜歡領高一點 因為個人覺得頸比較長 相反如果是頸稍微短一點的朋友 就可以選擇一些闊靚衣服 顯得沒那麼局促 無論是冬天、夏天我都是穿短褲多 通常會選擇不會過膝頭的長度 如果你要穿長褲就建議選9分 增加少少露膚度 顯得腳沒那麼短 然後因為我比較瘦 而且很喜歡防曬 我會買很多網狀內襯 既可以防曬 又可以增加穿衣服的多樣性 而且這些網衣服防曬得來又不會太高 講而怎樣選擇衣服的反應 就解決了160分的問題 還有40分就是衣服的顏色 首先看自己的膚色 大家都應該看過了 如果你手腕的血管是綠色的 那你就是黃皮 首選是大地色和深色少少 顏色少少的顏色 千萬不要太淺色 又或者太螢光色 那如果你的血管顏色是紫色 藍色那樣 就有可能是白皮 也有可能是橄欖皮 那兩種膚色呢 我覺得可以嘗試多一點的顏色 跟著就是衣服的顏色 搭配也很重要 大地色和黑白色 可以搭配所有顏色 例如紫色的衣服和灰色的褲 和綠色的衣服和黑色的褲 OK 現在就分享一下最近喜歡的衣服和鞋 第一件就是它 我很喜歡它的一件事 就是它很顯霸 而且它的長度是剛剛好 那夏天穿這些顏色 看衣服都比較精神 第二件就是我現在身上的這件打底衣服 其實它也不是最近買的了 也有兩三年的歷史 不要看它那麼花 基本上是搭配所有T-shirt 搭配衣服都很好看 而且它是可以單穿的 外面也有我很喜歡的第三件事 就是這個 成龍聯名的馬甲 春夏秋冬 我都覺得它很好看 無論你裡面穿T-shirt也好 襯衣也好 外面穿它也很有輪廓感 好了 還有一件馬甲也是我很喜歡的 第四件事 之前出去拍片也有穿過 不過看衣服這件不太好看 先換一件 其實很多人都說 嘩 穿那麼多 你是不是很熱啊 真的不熱的 穿這件衣服是為了外出 不用帶袋 可以看到 它後面全部都是通洞 前面都是通洞的 它有超級多袋 1 2 3 4 5 這裡有兩個 這裡都差不多6 7個袋 我覺得這件衣服非常好 手機啊 鎖匙啊 耳機啊 都可以全部放在這裡 還有呢 我都很喜歡這件襯衣服的 其實呢 這兩件是同一件 但是它是不同顏色的 上一星期去長洲 都穿過了 真的很適合拍照 綠色的 稍微就會沉色一點 我很喜歡它用的 就是它前面是短的 就是它剛好也是到這個位置 那後面是長的 就是看起來比較casual 還有呢 我覺得防曬手桌 也是其中一樣 可以配襯衣服的東西 如果你穿得比較純色一點 我就很喜歡這個 我覺得這個花 很好看的 條褲黑色的手襪 黑色就可以配襯了 如果你說 啊 但我不喜歡黑色 那譬如今天這件衣服是綠色 那就找一個綠色的手套 我覺得同色系的東西 都可以選擇 這樣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違和感 連口罩都會綠色的 剛好 那就特別特別喜歡 這件是之前在香港迪士尼買的 這件衛衣 它是100周年的限量版 整件其實都很簡單 但是呢 它穿起來的輪廓是很好的 而且呢 它的長度又是 即是適合我所想的 它又是適合到這裡的 它這件衣服是白色 所以穿起來比較精神一點 上鏡也比較省省一點 現在有點熱 春天或者秋天才有機會穿 而且呢 如果想的比例顯得好一點 長袖衣服最好就選這個袖 長袖的身體 看衣服就會更合適 鞋子也有很多 因為鞋子 它是要配各種不同類型的衣服 如果一開始你買的時候 會選黑白或者大理色 當時你會覺得 哇好像這麼簡單 很白搭 但如果穿得多 你就會發覺它其實是很沉悶的 例如你這對AJ和李玲 買的時候就覺得 哇肯定很白搭 但實際穿起來呢 即是它的效果 還不是有其他 不是單純黑白灰的好看 這個是最近很Hit的牌子 之前在香港見到也是斷馬的 這隻顏色一上線就搶光了 好好穿的 不會說迫腳 這雙鞋我是經常穿的 甚至買了兩個顏色 基本上所有的衣服都可以配 而且很好行的 之前拍50元由廣州也是穿它 這個其實是最先買的 看到燈帶全都掉出來了 哇 覺得它的物料比較輕薄 夏天穿高光都不會覺得熱 顏色也是比較乾脆的 還有這一對 雖然已經很少穿 但一開始覺得它的竿子挺有趣 好像D木劇一樣 還有我覺得是必備的 就是下雨天的時候 一種竿子很高 前面是實的那種鞋 下雨增高必備 其實就是馬丁蝦 嗯 很夠 然後呢 作為衣服的配色 帽或者襪子 我覺得都是簡單就可以了 但我帽子也不會買黑白色的 反而會買一些迷彩 大力色和唇色 往往這些顏色就比較好配襯衣 這裡有幾頂我很喜歡的 這些頂就見到最多了 之前冬天的時候經常都戴灰色的 基本上就是 穿什麼衣服 什麼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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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我也很喜歡藍色 它比剛剛灰色的那個厚一點 很鎖 繩子 而且它後面有點尖 好像小紅帽一樣 我也很喜歡這種帽 它是可以兩面戴的 看回你今天 穿什麼衣服 今天戴灰色也不錯 如果你穿黃色衣 橙色衣 可以戴紫色面 這頂真的又輕 又薄 又可以兩面戴 正 Cat帽呢 其實我也很喜歡 這頂帽 基本上是 襯什麼衣服 也可以的 也是我經常戴的其中一頂 而且它這裡比較挺身 不會太薄 整個膩子 這頂帽也很硬 最近買的頂 這頂也有點不同 這頂有點像帆布 它是洗水布 即是它很輕 可以戴上 洗得很快乾 而且很薄 很透氣 而且這顏色 我沒見過 我很喜歡 我很好看 好 最後還有色品 可以簡單說一下 黃皮是帶金色 白皮或鑑板皮 建議帶銀色 大部分的飾物 都是APM或者潘多拉 有些也是網上的小眾牌子 純粹看到它的樣子 多麼特別 就會試一下 袋子也覺得很有趣 這個真的經常戴 覺得它綠綠的 還有它的戒指其實是窗色的 這些就是關置戒指 戴在這裡 我最近很想試一下那種美戒 不過暫時不想到 因為手太幼 還有這顆有K字的項鍊 我也是常常戴的 色品是可以適當增加個人的風格 但它又不是必須的 好 今期視頻就到這裡了 今天換衣換到我出了行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之後有機會我就會繼續 出一些我喜歡的衣服 搭配或飾品的分享 喜歡的話記得點讚 那我們下期吃喝戶路再見 拜拜 我終於可以哄了